生命灵术看喵喵大师 大师之数来咯 你知道生命灵术有多么简单好用吗 让喵喵大师来告诉你 数字1到9的特色 用欣赏合作取代对抗 世界会变彩色的 只要按订阅开小铃铛 就能让你有好人缘咯 生命灵术看喵喵大师 知道灵术相处很简单 嗨,大家好啊,我是喵喵大师 今天来说被同学敲碗的大师之数 听起来就很神,很厉害,对吧? 难不成是指开外挂 或是超高阶玩家吗? 毕竟要值得尊敬 才能称得上是大师啊 哦,这是对大师之数的 微妙误解哦 要是这样想 有和没有的人压力都会很大 不如先来认识 怎样的数字算大师之数吧 灵术出现的前一刻 有叠字就成立 例如生日2000年3月6号 2加3加6等于11等于2的人 在灵术前一步 出现的11就10哦 因此大师之数不止一种 112233都是 这么特别的数字 当然不是随便就会有的 那要怎么理解大师之数才对呢? 以下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 听到赚到哦 请把大师之数想象成研究员证 或是百大企业科技新贵的员工证 能拿到这些BB卡的人 肯定有很好的实力 而且一个人再优秀 被一天24小时限制后 不论多厉害 个人极限都是可以被预测的 想让成果延续扩大 必须组织运作教学相长 愿意这样共同合作 共享 共好而努力的人 就是准大师 所以有大师之数 代表愿意在本次地球旅程中 以准大师身份出发 这样解说 大家是不是能喘口气了呢? 让我们来认识三组 大师之数吧 首先是大师之数 一一等于二的人 还记得有两个一 等于我要我不管吗? 这么强烈的主张 如果不能调节 没有缓冲 直白地表达出去 一定会吓跑人家的对吧? 如果停留在这里 人类的文明就不能进步了 为了不要吓跑 可能一起合作的人 所以诞生了第一组 大师之数 一一等于二 毕竟二等于我们 这想法就足以删去 我要你不要 和我不要你要的尴尬场面 删除我们不要 留下我们要的共同目标 看起来很简单 但要做得到其实很麻烦 要比别人多一倍的耐心 礼貌才够用 甚至要提早一步思考 才能引导发展哦 像是小明问 午餐要吃什么 回随便啊 世界上最难买的就是随便 跟老板点随便 老板只会说慢慢看哦 小明问要不要叫便当 又回会肥死 小明又问 舒肥三明治呢 怕下午会饿 就结果来看 其实一点都不随便吧 直接说很困难吗 对没想法的人来说 很难 小明为了一起吃到午餐 只能耐心问下去 会觉得小明很倒霉 吃力不讨好吗 把类似的情况 放在学校生活 工作场合时 是不是常有主动 协调出共识的高手呢 说到这里 想起谁了呢 还是就是你呢 这种不放弃 耐心协调 就是一一等于二的 大师之数哦 接着是大师之数 二二等于四的人 还记得有两个二等于我们 我们一起吗 不管是一起工作 团购聚餐 人多一定意见多 跟钱有关的 肯定更复杂 要是没有队长 团组 版主和规定 会天下大乱 为了让所有人 都能相安无事 好好过日子 所以诞生了第二组 大师之数 二二等于四 毕竟四等于准备 这想法就是要防范未然 特别是在资源 时间都有限的情况下 怎么让所有人 心甘情愿地接受安排 说起来很简单 但要做得到 保证头很痛 要先排解纠纷 让大家觉得可接受 下一步才是调整规定 让大家都安心 像是小花问 下午茶团咖啡 中午前结单哦 有人问 为什么喝咖啡 不能点珍珠奶茶 小花说 有人先提议了 明天再订珍珠奶茶吧 为什么要订这家 又贵又难喝 小花说 大家都没喝过 所以试试看咯 每个人都有意见 完全没在客气 小花也没生气 为了让大家满意 小花把许愿清单 全排进行程 一个不小心 就排满整个月的下午茶了 大家不自觉地 就接受小花的规划和安排 把类似的情况 放在社团活动工作会议上 是不是有谁总是知道状况 还能马上应变 说到这里想起谁了呢 还是你本人呢 能同步多工处理 就是22等于4的大师之数哦 接着是大师之数 33等于6的人 还记得有两个3 等于我想 我好想吗 要是愿望清单 有一百条 每个都好想要 但目标冲突 结果相反 无法取舍 要怎么办呢 呵呵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就是通通要啊 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 才是真心的啊 所以诞生了第三组 大师之数 33等于6 毕竟6等于感觉 就是要冲一波 才能得到啊 想要出去玩 不吃不喝存钱 去了才感动 想要变漂亮 百元商店彩妆 化得好才是高手 看起来很开心 但全部要做得完 保证非常忙 高度压缩自己的时间 每件事都要有进度 愿望满满 清掉旧的 心得马上补上来 很拼哦 像是小光问 亲生会 想来点不一样的吗 有人提出 要布置会场 增加气氛吗 马上有人接话 除了蛋糕 要有小礼物吗 甚至 用拉炮 炒热气氛如何 当每个人 都有提议时 大家都会有feu 为了大家开心 就算没人帮忙 小光会熬夜 在庆生会当天 把愿望全部实现 白板的手绘图文 包装精美的小礼物 生日卡 唱完生日快乐歌 还真的有拉炮庆祝 把类似的情况 放在学校活动 工作专案 是不是有谁 总是最忙 忙着给大家 难忘回忆呢 说到这里 想起谁了呢 还是就是你呢 让大家感动最重要 就是33等于6的大师之数哦 发现了吗 有大师之数的人 要非常有耐心 看起来有点小小倒霉 要处理的鸟事很多 还要谦逊 感谢 热心助人 教学乡长 而且不能抱怨 别人可以 有大师之数 就是不行 一抱怨 就会出乱子 不幸 欢迎试试看 因为要保持初心 不变啊 这个很难哦 面对各种自由回应 抱怨会让人失去冷静 准大师们 请优先保护初心 别被批评吞没 很难 所以不用急 慢慢练 比前一次进步就好 等建立自信 口碑后 才会有一点点的成就感 时间限制最松 就是本次地球之旅的全程 哇哦 准大师们 感觉压力有点大了吗 老话一句 选了就来不及了 呵呵 接下来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 听到赚到 大师之数宣告了本次旅程的困难度哦 这不是新手数字 选了就是准大师 代表想玩复杂的应用题 送分题已经不好玩了 呵呵 很想对自己翻白眼吗 没问题的啦 是敢挑战大师之数的地球玩家耶 想象自己是刚领准大师 BB卡的新鲜人 以新手上路的心情 在体验挑战学习 是不是就没这么可怕了呢 请时时提醒自己的初心 这很重要 不管是保持善良温暖 还是保持微笑 一直挑战到很强大 人人以为你开外挂就对了 生命灵术看喵喵大师 你会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哦 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术2.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 就欢迎订阅追踪 并分享给他们哦 我是喵喵大师 下次再聊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